大家小心 大家小心 一身黑色西裝 名嘴朱學衡 在律師陪同下進台北地院 因為涉嫌強制猥亵罪遭起訴 8號下午開庭應訓 結果朱學衡晚上馬上開直播 首度公開了當天的飯局照片 8月6號晚間的 我們實際上在現場 用餐的時候拍的照片 一開始我是直接跟A女約 說那我們出來碰個面 我想要知道現在的狀況 因為不然上節目 沒有東西可以分析 透露是因為想要了解選情 才會有這場飯局 朱學衡受訪時說 有位國民黨的大佬 強烈要求忠佩軍開啟案件 才引爆 我們認為這個人 很有可能是金輔聰 我們接下來會要求 會要求北院 傳喚金輔聰出來作證 被告自從被起訴 至今不道歉 不認罪 造成我非常傷害 還有恩度傷害 讓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痛苦 北院首度開庭 兩人也是第一次隔空對峙 但為了保護受害者 北院才隔離問訊 鍾佩軍另外待在小房間內 只是朱學衡 除了要對方拿出監視器 證明清白 更表示要傳喚金輔聰 釐清事情真相 態度大轉變 還曝光飯局照片 有別於過去道歉說自己斷片 說辭反覆讓外界物理看花 3D新聞綜合報導